全世界最危险的十种致命生物 外表可爱却堪比人类噩梦 第一名碰一下直接丧命 一口能杀1400人 在世界的尽头 隐藏着一些致命生物 它们每一个都像是大自然的杀手 令人生畏 它们有的潜伏在遥远的热带雨林深处 有的漂浮在某些偏远的海域 也有的隐藏在沙漠的某个角落 这些生物的存在 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威胁 更是大自然对入侵者的严厉警告 世界之大无其不由 今天世界军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些致命生物的世界 探寻它们背后的秘密 第十名 鸭嘴兽 鸭嘴兽 一种奇特而迷人的生物 在澳大利亚的广袤土地上独步天下 尽管它的嘴巴与鸭子相似 鸭嘴兽却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哺乳动物 这种澳大利亚特有的哺乳动物 虽然外表可爱 却拥有致命的毒性 雄性鸭嘴兽的后足上带有毒刺 可以分泌出毒液 一旦受到威胁 它们会毫不犹豫地用毒刺进行滋味 这种毒液的毒性虽然不如一些毒蛇猛烈 但足以让人类感受到剧痛 甚至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鸭嘴兽的生活习性也十分独特 它们是夜行性动物 白天躲在洞穴中休息 夜晚则出来觅食 鸭嘴兽以水生昆虫 小鱼和虾为食 它们的嘴巴和舌头非常灵活 能够迅速捕捉猎物 此外 鸭嘴兽还是卵生哺乳动物 这一特点在哺乳动物中极为罕见 使得鸭嘴兽在生物学上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 尽管鸭嘴兽 拥有如此多令人着迷的特点 它们的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破坏 鸭嘴兽的栖息地正逐渐丧失 种群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因此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和保护这些可爱的生物 让它们在地球上继续繁衍生息 第九名 管鸭嘴宝宝 管鸭嘴宝宝 这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小生命 却拥有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 它们的名字源于成年管鸭嘴那独特的长管状鼻孔 而小宝宝们 虽然还未长出这样的特征 却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 在孵化期间 管鸭嘴宝宝会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恶臭 这种气味对于大多数掠视者来说 都是难以忍受的 因此能够有效地驱赶潜在的威胁 然而 这种防御机制并非万无一失 总有一些不畏恶臭的生物 试图将管鸭嘴宝宝作为猎物 面对这样的危机 管鸭嘴宝宝还有另一项独特的本领 喷射武器 它们能够通过呕吐 将半消化的食物残渣喷射出去 这些残渣不仅带有恶臭 而且可能含有能够 腐蚀动物羽毛的油脂 被喷射中的生物可能会感到极度不适 甚至生命受到威胁 然而 对于某些不畏恶臭的生物来说 它们依然是美味的食物 管鸭嘴宝宝的这一独特防御机制 虽然有效 但也使它们成为了某些生物的猎物 第八名 森染 森染 这一巨型的蛇类生物 无疑是南美洲雨林中的霸主 它们身躯庞大 力量惊人 是现存然科中体型最大的成员 也是全世界最长的蛇之一 森染栖息与沼泽 湿地与宁静的河川中 主要位于亚马逊河与奥里诺科河流域的热带丛林 这里丰富的水源和猎物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 森染的雄性平均全长可达三米 而雌性则更为壮观 平均全长达到了4.6米 它们的体重也相当可观 雄性平均重量为30公斤 而雌性则重达56公斤 目前科学阶级录道的最长且最重的森染 达到了惊人的5.2亿米长 重达97.5公斤 是一条雌性森染 其体积之庞大 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尽管森染身躯庞大 但它们并不依赖毒液来捕猎 相反 森染拥有强大的缠绕力 它们会用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 直到猎物窒息死亡 这种捕猎方式既高效又残忍 使得森染能够轻松捕获水鸟 龟 水豚 磨等猎物 有时甚至能够吞下长达两公尺半的凯门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蛇类之一 森染的力量和体型都足以让任何生物感到恐惧 它们能够吞下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猎物 甚至包括人类 一旦被森染缠住 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第七名 黑曼巴蛇 黑曼巴蛇 这一非洲大陆上的致命杀手 以其无与伦比的速度 攻击性和毒性 稳稳占据了世界上最危险生物的前列 它的名字来源于其乌黑的口腔 这是它最显著 最易辨认的特征 尽管其身体并不完全是黑色的 而是由灰色 墨绿色 棕色 褐色和土黄色等多种颜色交织而成 但一旦张开大嘴 那深邃如液的口腔便足以令人胆寒 黑曼巴蛇体型庞大 全长平均可达2.4米 最大个体甚至能达到惊人的4.48米 这样的体型赋予了它强大的力量 而它的速度更是令人折舍 黑曼巴蛇能以高达19千米的时速追逐猎物 一旦受到威胁 它会迅速竖起身体的前半段 张开大嘴发动攻击 其毒牙里储存的毒液量极大 每次攻击都能释放出足以致命的毒液量 更为可怕的是 黑曼巴蛇的毒液属于神经毒素 毒性极强 被咬者会感到剧痛无比 很快便会出现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等症状 由于黑曼巴蛇的毒液在攻击时能向上翘起 使其能够刺穿接近平面的物体 因此即使穿着鞋子 也无法完全避免被其咬伤 更为糟糕的是 黑曼巴蛇并不常主动攻击人类 但在受到威胁或感到惊恐时 它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 因此 在野外遇到黑曼巴蛇时 保持冷静 迅速远离是最好的选择 第六名 咸水鳄 咸水鳄 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之一 以其惊人的体型 力量和凶残的性格 稳稳占据了世界上最危险生物的前列 咸水鳄的成年个体身长往往超过六米 体重更是可达一吨以上 这种巨大的体型赋予了它们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威慑力 咸水鳄的头部硕大 长有一张血盆大口 满口锋利的牙齿 能够轻松撕裂猎物 它们的身体覆盖着坚硬而厚实的鳞片 像是一层天然的铠甲 使得它们在战斗中几乎无懈可击 咸水鳄的四肢强壮有力 能够在水中迅速游动 也能在陆地上快速奔跑 这使得它们无论是在水中还是陆地上 都能成为顶级的掠视者 咸水鳄的领地意识极强 对于侵犯其领地的人类或其他生物 它们会毫不留情地发动攻击 它们会在水中潜伏 一旦由猎物靠近 便会迅速出击 用锋利的牙齿将猎物撕裂成碎片 由于咸水鳄的体型庞大 力量惊人 一旦被它们咬住 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除了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外 咸水鳄还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 它们会利用地形和环境来伏击猎物 也会通过团队协作来捕获更大的猎物 这使得咸水鳄在自然界中几乎无懈可击 成为了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第五名 湘形水母 湘形水母 这一被誉为海洋中最致命的生物 以其独特的形态 迅猛的攻击速度和致命的毒性 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生物之首 它的名字虽然听起来平凡无奇 但实则隐藏着令人胆寒的杀伤力 湘形水母 体形成香壮 透明或半透明 外表看似美丽 却蕴含着致命的危险 它们主要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沿海 及巴布亚新吉内亚的部分地区 是这片海域中的顶级杀手 它们的触手上布满了成千上万的刺细胞 每个刺细胞都含有强烈的神经毒素 一旦接触到人类的皮肤 这些磁细胞便会释放出毒素 导致剧痛 呼吸困难和心脏停泊 湘形水母的毒性之强 足以在几分钟内致人死亡 被其折伤后 人们会感到剧烈的疼痛 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等症状 严重者甚至会出现休克和死亡 由于其毒液中的神经毒素 能够迅速麻痹神经系统 使得被折者在短时间内失去反抗能力 因此湘形水母成为了海洋中最令人恐惧的生物之一 更为可怕的是 湘形水母的攻击往往悄无声息 它们能够借助海流和风力漂浮到很远的地方 一旦遇到合适的猎物或威胁者 便会迅速发动攻击 由于其身体透明 很难在海水中被发现 因此人们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其猎物 面对湘形水母这一致命杀手 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在海滩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时 务必注意周围环境 避免与湘形水母接触 同时 如果不幸被气折伤 应立即寻求医疗救助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毒液对身体的损害 第四名 蓝环章鱼 蓝环章鱼 深海中的隐匿杀手 其鲜艳的蓝环与深色的身体形成鲜明对比 如同大海中的一枚警示标志 告诫着所有生物远离 极度危险 蓝环章鱼虽然体形娇小 壁挂不超过15厘米 但其体内蕴含的毒素却足以致命 这种毒素强大到足以在数分钟内麻痹神经系统 导致猎物或侵扰者迅速死亡 蓝环章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但一旦受到威胁 它们会毫不犹豫地释放出这致命的毒液 将对方置于死地 此外 蓝环章鱼的毒性难以预测和防范 它们的毒液成分复杂 目前医学上还没有有效的解毒方法 一旦被蓝环章鱼咬伤 几乎无法挽回生命 这种无法预知的危险性 使得蓝环章鱼成为了深海中最令人胆寒的生物之一 在生态系统中 蓝环章鱼以其独特的生存策略和毒性 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它们通常隐藏在石缝或珊瑚礁中 等待猎物的靠近 一旦有机会 它们便会迅速出击 用毒液制服猎物 这种高效的捕食方式 使得蓝环章鱼在深海中得以生存并繁衍 它们的触手和唾液中 都含有致命的神经毒素 一旦接触到人类的皮肤或被误食 就会迅速导致呼吸麻痹和死亡 而且 蓝环章鱼的毒素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解毒剂 第三名 河豚 河豚 江海会有习性的底漆鱼类 自然界中的一大危险生物 它们的外形呈椭圆形 前部顿圆 尾部间隙 体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刺 通常体备为灰鹤或黄褐色 负面白色 体表生有斑纹 因种类的不同而各异 河豚最为人所知的特性 无疑是其体内蕴含的致命毒素 这种毒素不仅存在于河豚的肌肉中 更在其卵巢 肝脏等器官中大量积聚 毒性极强 一旦误实 即使是微小的剂量 也可能导致中毒 出现呕吐 腹痛 腹泻 呼吸困难等症状 甚至可能引发呼吸麻痹 导致死亡 更为可怕的是 河豚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 能迅速麻痹人类的神经系统 中毒者往往在短短十几分钟内就会发病 而治疗河豚毒素中毒目前上无特效解毒药 使得这一威胁更加难以防范 每年因误施河豚 而中毒甚至死亡的事件屡见不鲜 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尽管河豚具有如此高的危险性 但其在中国的沿海及江河中下游 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渔业对象 其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 经济价值极高 这使得一些人在追求美食的过程中 不惜冒险尝试食用河豚 然而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美味与危险往往并存 对于河豚这种剧毒生物 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切勿因一时贪嘴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二名 眼镜王蛇 眼镜王蛇的名字中虽带有的王字 绝非浪得虚名 而是实至名归的蛇中之王 眼镜王蛇的体型巨大 通常可达数米之长 这使得他在蛇类中脱颖而出 其身体强壮 肌肉发达 行动敏捷 能够迅速捕捉猎物或应对威胁 更为可怕的是 眼镜王蛇的毒性极强 其毒液中含有多种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 能够迅速麻痹猎物或敌人的神经系统 导致其迅速死亡 眼镜王蛇的攻击性极强 一旦感受到威胁 便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 其攻击速度极快 往往让人措手不及 而且 眼镜王蛇的领地意识极强 对于侵犯其领地的生物 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 都会遭到其无情的攻击 一旦被眼镜王蛇咬伤 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救治 几乎无法生还 尽管眼镜王蛇具有如此高的危险性 但它也在生态系统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顶级掠视者 它能够有效控制其他蛇类的数量 维持生态平衡 然而 对于人类来说 眼镜王蛇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因此 我们在面对眼镜王蛇时 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避免与其接触 确保自身的安全 第一名 剑毒蛙 剑毒蛙 自然界的隐形杀手 其致命的毒性和不可预测的危险性 让人望而生畏 它们虽然体型微小 却蕴藏着足以致命的剧毒 仿佛是大自然精心调配的致命毒药 这些鲜艳夺目的生物 皮肤上的斑斓色彩仿佛是大自然的警告信号 告诫着所有敢于接近的生命体 小心 危险将至 一旦接触到剑毒蛙 那微量的毒液便能迅速侵入体内 让人在剧痛中挣扎 生命在瞬间变得岌岌可危 剑毒蛙的毒性之强 令人难以想象 它们的毒液不仅能够迅速麻痹神经 还能破坏细胞结构 让生命体在极短的时间内陷入绝境 这种可怕的毒性 使得剑毒蛙成为了自然界中最危险的生物之一 更为可怕的是 剑毒蛙的毒性还具有极高的隐蔽性 它们往往隐藏在茂密的雨林之中 等待着猎物的到来 一旦有生物靠近 它们便会迅速发动攻击 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 这种悄无声息的攻击方式 让人防不胜防 更加凸显了剑毒蛙的危险性 因此 在面对剑毒蛙时 我们必须保持极高的警惕性 任何一丝的疏忽 都可能让我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剑毒蛙 这一自然界的隐形杀手 以及可怕的毒性和危险性 让我们对大自然的力量充满了敬畏 你见过身长超过10米体重 超过250公斤的巨型长蛇吗 一口就能吞下将近三米的巨型鳄鱼 你见过能够一口吸干人体血液的暗夜幽灵吗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原始森林覆盖区 亚马逊雨林不仅因为拥有地球三分之一氧气含量 被称为地球之菲 还因为充满无尽凶悍的虫衣野兽 而被称为人类禁区 在这里 所有的优势和规则都当然无存 生存才是它唯一的法则 世界之打无其不由 今天世界军代大家一起来看看亚马逊最可怕的十大凶手 如果给你十万美元敢去深处猪一碗吗 另外没点订阅的朋友点个订阅 既能看到往期内容 也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 第十名亚马逊巨人屎鸟猪 在广袤的亚马逊雨林中 隐藏着一种令人惊奇的生物 亚马逊巨人屎鸟猪 这种被自然赋予独特能力的生物 以其体型和独特的捕食行为 成为了生物界的一道最凶残的风景线 是亚马逊地区的巨大蜘蛛 成年个体的身体可达30厘米 腿斩可达38厘米 这使它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蜘蛛 这种蜘蛛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就是它们的捕食行为 它们通常在雨林的树木之间设置陷阱 用蛛丝编织一个漏斗形状的网 用于捕捉飞行的鸟和昆虫 一旦有猎物触碰到网 它们就会迅速从隐藏处冲出 用强壮的毒芽注射毒液 然后慢慢享用猎物 它除了拥有非常强的毒性之外 还有着长达1.5英寸的毒芽 对于人类来说 它们的咬伤虽然并不致命 但是会引起剧烈的疼痛 以及短暂眩晕的症状 行动不便的人 在亚马逊雨林的残酷法则下 幸存就成了奢望 第九名亚马逊食人鱼 亚马逊除了森林之外 最危险的地方莫过于河流 其中生活着一种令人生畏的 鱼类亚马逊食人鱼 它们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 和极端的捕食习性 在亚马逊河占据了一席之地 成为了生物界中的一个独特存在 成年食人鱼 通常只有15到24厘米长 但它们的身体却拥有如 剃刀般锋利的牙齿和强健的肌肉 这使它们在水中的攻击力十分惊人 再加上食人鱼的捕食习性独特而残忍 通常以群体方式捕猎 一旦锁定目标 就会像狼群一样疯狂地发起攻击 它们像剃刀一样锋利的牙齿 能够轻易地撕开猎物 使其瞬间丧失反抗能力 在捕食过程中 食人鱼会从猎物的伤口中吸血 直到猎物被吸干为止 这种极端的捕食方式 使它们在水中世界中 占据了食物链顶端的位置 此时 哪怕面对世界最强物种人类时 食人鱼群也能轻易吞噬地只剩骨头 第八名子弹椅 在亚马逊羽林的深处 生活着一种令人畏惧的昆虫亚马逊子弹椅 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蚂蚁之一 体型要比普通蚂蚁大得多 成年工蚁的体长可达三厘米 而冰蚁的体型更是达到3.4厘米 身体呈黑色 头部非常小 但恶部非常有力 可以轻易地咬断木材 除此之外 子弹椅的尾部有一个特殊的器官 可以释放出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的气味可以迷惑敌人 使其无法分辨出正确的攻击方向 此外 尾部还可以发出强烈的疼痛刺激 使敌人痛苦不堪 这种蚂蚁的群体防御能力非常强大 即使面对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敌人 他们也会毫不畏惧地发起攻击 在当地有些部落的男子 要求成长过程中 必须经过子弹椅的洗礼仪式 即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一次 或多次子弹椅的叮咬 能够承受住这种仪式的人 才会被认为是部落最强的勇士 由此可见 子弹椅的攻击力有多强大了 第七名亚马逊蚊子 在亚马逊羽林中 生活着一种看似微不足道 但实则危险的生物亚马逊蚊子 这种蚊子以其独特的隐身能力 和致命的毒刺 成为了热带羽林中的隐身刺客 同时亚马逊蚊子体型较大 普遍比一般的蚊子要大几倍 有的甚至能达到五厘米 这也注定了亚马逊蚊子的 叮咬力远超普通蚊子 除此之外 蚊子的毒瓷非常小 但却非常尖锐 可以轻易地穿透皮肤 并迅速吸食血液 一旦毒瓷插入人体 就会释放出一种毒素 这种毒素可以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 甚至可以导致死亡 被叮咬后 人体通常会出现红肿和臊痒的现象 甚至还会有疼痛感出现 但最令人害怕的 是亚马逊蚊子的群工能力 和非常强悍的传播疾病能力 因为充满天际的蚊子中 总会有一些携带危险病毒的存在 这也就造成 在亚马逊每年因为蚊虫叮咬 而感染上罕见疾病导致死亡的人 并不在少数 第六名巴西漫游蜘蛛 在亚马逊羽林的身处 隐藏着一种令人畏惧的蜘蛛 巴西漫游蜘蛛 这种毒蜘蛛的毒性极强 被它咬伤后 受害者会经历剧烈的疼痛和严重的中毒症状 随时就能危及生命 因此巴西漫游蜘蛛又有亚马逊羽林毒王的恐怖称号 这种蜘蛛的腹部有红色的条纹 这是它们的显著特征之一 它们的眼睛非常敏锐 能够迅速察觉到周围的环境变化 在发现自己的猎物时 漫游蜘蛛会将自己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 这些毒液中含有大量的神经毒素 能够迅速地阻断人体神经传导 导致肌肉痉磷和疼痛 被咬伤后 受害者会感到剧烈的疼痛 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 此外 毒液还会导致受害者的血压下降 心率失常 呼吸急促等症状 随时都可能出现羞克和死亡 是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可怕生物 第五名公牛真鲨 在浩瀚的亚马逊河中 生活着一种令人胆寒的鱼类公牛真鲨 这种大型鲨鱼以其强壮的体型和独特的习性 成为了水中真正的霸主 它的身长可达3.7米 体重可达1.9吨 头部宽大 口部呈三角形 牙齿锋利而排列紧密 同时这种鲨鱼的皮肤上布满了道刺 宛若反甲一样 而在捕食时 公牛真鲨会以极快的速度冲向猎物 用其锋利的牙齿进行攻击 它们的咬合力极强 甚至可以轻易地咬断骨头 它们会攻击人类 并可能引发严重的伤口感染 而导致死亡 此外 公牛真鲨的皮肤和肝脏中含有的特殊化学物质 可以防止细菌和病毒的感染 这使得它们在受伤后能迅速恢复 这名攻击强悍防御又惊人的选手 成为了许多生物的噩梦 第四名剑毒蛙 在亚马逊羽林中 生活着一种具有鲜艳外表和致命毒性的生物亚马逊剑毒蛙 这种小型蛙类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极高的毒性 成为了亚马逊羽林中的又一个毒蛙 它的体长通常不超过三英寸 身体呈鲜艳的蓝色或绿色 皮肤光滑且具有金属光泽 非常容易引人注目 看起来也非常可爱 但剑毒蛙的毒性非常强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生物之一 它们的皮肤上有毒线 可以分泌出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 能够迅速阻断神经传导 导致严重的肌肉痉挛和心脏问题 这种毒素对人类和动物都有极大的威胁 被刺伤或接触剑毒蛙的皮肤后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剧烈的疼痛 抽搐 呼吸困难等症状 最终甚至导致死亡 它们鲜艳的外表宛若在警告敌人 别看自己长得人畜无害 但可不是个好惹的 第三名亚马逊蝙蝠 在亚马逊雨林的深处 生活着一种神秘而独特的生物亚马逊蝙蝠 这种蝙蝠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夜行性的生活习性 成为了雨林中最神秘的暗夜幽灵 亚马逊蝙蝠以其特殊的生活习性著称 它们白天藏在洞穴 树木和建筑物中休息 夜晚则出来觅食 这些细血蝙蝠一旦盯上一个猎物 就会用自己的尖牙将猎物的皮肤刺破 而且它的唾液里还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可以使血液失去凝血功能 因此只要被这种蝙蝠纠缠上 它们就会贪婪的无休止地吸取剂主的血液 直到吃饱喝足后才会离开 这个时候 往往身体已经没有多少血液存在了 除此之外 一场新冠疫情让人们看到了 在蝙蝠的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病毒 亚马逊蝙蝠相比于普通蝙蝠来说 病毒只多不少 甚至还有一些病毒至今仍未研究出解药 所以如果被咬上一口 运气不好的话 就又会出现类似新冠这样的人类灾难发生了 第二名美洲豹 在亚马逊雨林的深处 生活着一种强大而神秘的动物美洲豹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 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卓越的狩猎能力 成为了雨林中的顶级猎手 这种豹子的头部相对较大 眼睛炯炯有神 耳朵灵活敏锐 能够听到极远的声音 作为一名最为出色的猎手 它们的狩猎方式非常独特 在狩猎时 它们会隐蔽在茂密的灌木丛中 耐心地等待猎物的出现 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 它们会迅速出击 用锋利的牙齿和爪子进行攻击 这种豹子的速度和力量都非常惊人 能够在短时间内追上猎物并完成猎杀 并且还是用最残忍的方式 直接咬穿猎物的头颅 如果人类碰到的话 除了祈祷对方已经吃饱之外 只能听天由命了 第一名亚马逊森人 在亚马逊雨林的深处 生活着一种令人畏惧的蟒蛇亚马逊森人 这种巨大的蟒蛇 以其惊人的体量和捕食能力 成为了雨林中的霸主 它是一种非常庞大的蟒蛇 平均体长可达6到9米 最长能超过10米 体重可达250公斤 仅仅看着就让人望而生畏 森人的眼睛和鼻孔虽说相对较小 但它们的感知系统非常敏锐 能够感知周围的气味和动静 作为顶级捕食者 森人以猎取大型哺乳动物和鸟类为使 它们的攻击方式非常独特 通常采用缠绕的方式来捕猎猎物 在攻击时 它们会迅速靠近猎物 用强大的肌肉将猎物紧紧地缠绕住 然后通过收紧身体和前后摆动的方式 逐渐勒紧紧猎物并使其窒息 森人的力量非常惊人 庞大的身躯 甚至能够对抗美洲豹等大型猛兽 除了捕食能力外 亚马逊森人还具有出色的适应能力 它们能够承受极端的环境条件 从湿润的滴滴到干燥的高地都能生存 另外 森人的皮肤厚实 且能够分泌出一种特殊的粘液 呼吸系统也非常高效 能够在缺氧的环境中生存 这使得它们能够在长时间在水中游动和捕猎 在面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害怕 好了 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亚马逊最可怕的十大凶兽 哪个您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您的观点 最后请求一波喜欢和订阅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错 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不错过之后的每期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杀人鸟 轻轻碰一下人类就会死亡 第一名危害太大 每年都有上万人被它们杀死 在莱特兄弟之前 人类对天空的幻想都与鸟类息息相关 但并非所有鸟类都能与人类和平相处 有一些鸟类对于人类来说极度危险 它们一年可以夺走上万条生命 有的堪称自然界的三叉戟 一旦命中最轻也是皮开肉战 有的鸟类更是剧毒无比 几乎见血丰厚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今天世界均带大家一起来看 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杀人鸟 另外没点订阅的朋友点个订阅 既能看到往期内容 也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 第十种 澳洲喜鹊 澳洲人与动物邻居离接触并发生冲突的新闻不在少数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澳洲喜鹊也会对人造成极大伤害 澳洲喜鹊学名黑背中雀 这种鸟体型不大 也并非猛禽 更不会吃哺乳动物 它们是一种善于提叫的鸟类 其音调可以跨越四个八度音阶 并模仿包括狗 马 鹰等动物的声音 在面对天敌时 它们也会用特殊的叫声来迷惑 恐吓对方以求自保 每年的产卵季节 这种鸟类会变得比许多猛禽都要凶宝 甚至主动袭击路过的人类 2020年整个澳洲被喜鹊攻击的人数高达560人 其中伤者47人 澳大利亚首都悉尼则有130人遇袭 并有7人重伤 每年澳洲都会有那么几起被喜鹊重伤甚至制裁的新闻 它们喜欢攻击人类的头部和颈部 为了防止它们吸人 澳洲专门开设了喜鹊报警网 为民众分享对付这种动物的办法 第九种 美洲脚雕 美洲脚雕用名哈比英 是巴拿马的国鸟 也是世界四大猛禽之一 美洲脚雕的名字源于其头顶上翘酷似鸡脚的羽毛 美洲脚雕体长一米 一斩两米 雄性体重5000克 雌性体重9000克 其体重和体型皆为美洲鸟类之首 这样庞大的体型让其稳坐美洲食物链的顶端 和其他所有猛禽一样 美洲脚雕是食肉类动物 其双爪的握力可以达到人类的三倍 足以抓起50千克的猎物 成年脚雕的翅膀展开几乎可以遮蔽一个成年人 这些巨婴的菜单主要由哺乳类动物构成 豚鼠 土狼 狐狸 猴子都是其常捕猎的对象 美洲脚雕性情温和 只要不是因为受到攻击或需要捕猎一般不会伤害人类 不过一旦受到打扰 他们就会对侵略者发起致命攻击 2010年一位科研人员在将摄像头安装在鹰巢附近时被脚雕妈发现 处于本能这只脚雕母亲袭击的科研人员并将其头盔击穿 如果不是科研人员及时躲避 恐怕就会丧命于这种巨婴找下了 第八种 非洲官雕 非洲官雕学名官英雕 是非洲空中的顶级掠视者 其体长可达90厘米 一盏可达2.2米 这种鸟类的头顶有皇冠一样的羽毛 再加上其飞行动作及其凌厉且迅速 颇有王者之风 故被称为官雕 官雕的巢穴极大 几乎可以容纳一个成年人 有机在最大的官雕巢穴宽度可达2.5米 厚度可达3米 齐居在这样牢固巢穴中的官雕 就像停留在加古鸡宝中的战斗机一样 一般来说官雕会选择猴子 松鼠 兔子等小型哺乳类动物 偶尔也会捕猎鹿或者羚羊的幼崽 当食物匮乏时 它们则会铤而走险 捕猎体型较大的猎物如成年羚羊和鹿 这种巨婴的领地意识很强 只要人类靠近其巢穴 它们就会主动袭击人类 并且在一些地方的灌雕巢穴中 人们还发现过大约4岁左右儿童的遗骸 在许多非洲出途的人类遗骸中 就曾经发现灌雕造成的毁灭性伤痕 也就是说早在千百年前 人类祖先在非洲大地上奔跑的时候 灌雕和他的祖先就开始尝试狩猎老弱病残的人类了 第七种 大脚猫头鹰 2001年 一名叫迈克尔·彼得森的美国北卡莱·罗纳州男子向警方报案 说自己的妻子受了重伤 当急救人员赶到时 这个倒霉的女人已经撒手人寰 经过法医鉴定 迈克尔的妻子头部有多处割伤 警方调查后怀疑可能是夫妻生活不和谐 导致了迈克尔误杀妻子 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后来一位细心的律师意外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真相 迈克尔妻子的事件报告上提到过 她的身上有一根猫头鹰的羽毛 这引起了这位律师的兴趣 于是律师便请来动物专家和外科专家以及兽医学教授 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此事的团队 团队中的兽医学教授 用自己架中的储物猫头鹰抓痕作为对比 发现这些伤痕和迈克尔妻子头上的伤痕高度拟合 面对公众的疑问 专家表示 大脚猫头鹰完全有能力通过抓伤让人失血过多而死 毕竟大脚猫头鹰的爪子 每6平方厘米可以产生220多公斤的抓握力 这可以轻松抓碎动物的骨骼 更不要说将人的头皮抓得血肉模糊了 最重要的是 这种猫头鹰会在受到惊吓或干扰的时候 主动攻击比自己更大的劣势者 哪怕是人类也不例外 第六种 突救 突救是一种食服动物 也是一种广泛分布与全球各地的动物 更是许多地区文化中神圣的象征 在玻利维亚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等地 人们视安帝斯神就为庄严的象征 并将之作为文明之魂 哥伦比亚的国徽 厄瓜多尔与波利维亚 还有委内瑞拉的国旗上 都有安帝斯神就的身影 在西藏 人们将只吃腐肉和尸体 不伤害活物的突救 视为有灵性的鸟类 西藏传统的天葬 就是将遗骸喂给突救 以重返大自然 不过突救虽然与人的相处较和谐 但并不代表这种动物不会伤人 2013年欧洲比牛斯山脉 就有游客被突救活吃的案例 当时这位女骑行者因为受伤 失去行动能力 大量以突救为主的食肤鸟类 很快发现了它 突救见其没有反抗能力 便认为它是冰死的动物 当人们找到它的时候 只能看到一堆衣服碎片和骸骨 十分可怕 第五种 石原雕 石原雕又名是猴鹰 其在黑猫警长 种的可怖形象 让这种猛禽成为了 许多中国年轻人的童年阴影 石原雕主要生活在菲律宾 其体重与习性羽都和前蹄道过的 美洲脚雕类似 由于这种鸟类的掠食习性和凶悍作风 被誉为雕中之虎 石原雕的食物包括野猪 野兔 鹿 蛇与猴子其中最为重要的食物 便是栖息在树上的猫猴与猴 与用爪子捏碎猎物的美洲脚雕不同 石原雕会使用自己锋利的会来攻击猎物 尤其是在对付猴子这种灵长类动物的时候 捕捉到猴子的石原雕会先啄瞎对方的眼睛 以防对方反抗 再将其拖走吃掉 可谓相当毒辣 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 石原雕经常袭击弱小的人类 尤其是没有家长保护的小孩子 毕竟人类幼崽在这种莽亲眼中和小猴子相差不大 第四种 鹅 在中国北方一旦入东人马就会制作一种叫做铁锅炖大鹅的美食 雪天吃鹅肉的传统在中国自古有之 到了当代炖鹅更是成为中国北方一道不可不品尝的特色美食 除此之外中国南方也有烧鹅 乳鹅等特色吃法 可以说鹅肉是极受中国人民喜爱的食物 由于鹅的受欢迎 所以中国乡村养鹅的并不在少数 许多中国农村长大的孩子都会对鹅暴躁的脾气和强大的攻击性有深刻印象 鹅的领地意识极强 所以也会被用作看家护院 有时候一些驯化的好的鹅甚至可以代替家犬来保卫主人的财产 在与人类的相处过程中 鹅的攻击性常常令他们伤人甚至杀人 例如2012年 美国芝加哥地区一位皮滑艇运动员就被当地天鹅撞入水中 并且天鹅还在水上乱扑 踢打落水的运动员 最终导致其溺水死亡 无独有偶 2018年11月中国浙江就有一位气逊老人被鹅攻击 并导致一处八级伤残和一处九级伤残 由此可见鹅这种动物的习性可谓凶悍无比 如果跟鹅不熟悉的 还是不要轻易靠近 第三种 鸵鸟 鸵鸟是一种温和且巨大的鹿行鸟类 它们最高可高达2.5米 体重可达150千克 每一步可以跑出3米左右 可以说既魁梧又敏捷 鸵鸟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所以相当多地方都将这种大鸟作为经济勤类饲养 在接触过鸵鸟后 人们发现这种鸟类虽然领地意识强 但其和鹅一样并非一种会主动伤人的动物 它们只会在受惊或领地被恶意侵犯的时候攻击其他动物 只要方法得当 并非不能与之和谐相处 在野外 鸵鸟凭借奔跑能力和极强的角力生存 在繁殖季节 这种大鸟的脾气会显著变差 保护幼崽的本能会让它们变得敏感且警惕性大增 鸵鸟伤人的案件就多发于这个时期 鸵鸟与别的动物搏斗的主要方式是飞奔后给对方一击重踢 凭借300斤的体重和70脉的奔跑速度 鸵鸟能够像一辆冲车般用锋利的爪子刺穿其他动物的表皮 踹断其骨骼 踢碎其内脏 在养殖鸵鸟的地区 时不时就会有陌生人突然闯入鸵鸟领地后被打伤的新闻 第二种 鹤鸵 鹤鸵是一种栖息于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地区的鸟类 在当地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 鹤鸵的身高一般可达1.8米 最大体重约为70至80千克 鹤鸵种群的雌性个体往往比雄性个体更大 其身高甚至能达到2米 鹤鸵是仅次于鸵鸟的世界第三大鸟类 和其他所有鸟类一样 它们会在感觉领地被入侵的时候 对侵略者发动攻击 唯一不同的是 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着比别的鸟类 敏感的多的神经和强的多的主动攻击性 这种鸟类可以跳到1.5米高 它们的爪子和所有猛禽一样封闭 它的三个脚趾上都有长达10厘米的力爪 在飞奔并跳起来的时候 堪称一把天然的三叉戟 如果不幸被这把三叉戟命中 就算不死也起码得皮开肉战 1926年 澳大利亚一位名叫菲利普的年轻人 成了人类记载中第一个鹤鸵踢死的人 他因为招惹了这种凶暴的鸟类 所以被一脚踢开颈部血管 最终失血休克而死 这样凶暴的杀人记录 也让其被冠以杀人鸟的恶名 第一种黑头鳞菊翁 在所有商人鸟类中中 黑头鳞菊翁是最特殊的一种 它商人不靠力爪 不靠体型 不靠兼惠 而是依靠剧毒 黑头鳞菊翁生活在丛林中 体型较小 体长大约只有20厘米 与今天盘点的其余9个鸟类 相比显得相当秀真 这种小鸟颜色艳丽 什么都吃 在它们生存的雨林中 许多蛙类和昆虫 还有植物都含有剧毒 这种鸟类在长期演化中 不但免疫了这些剧毒 还将之合理利用起来 它们通过捕食有毒的甲虫 来摄入毒素 再将之分泌到羽毛上 以防止掠食者和寄生虫 对自己的侵害 1980年生物学家 第一次发现这种鸟食 就因为被抓伤后 舔自己伤口而中毒 好在伤口上的毒性不打 只是导致科学家嘴上发麻 后来经过化验这种剧毒 是一种神经性骨醇类生物件 该毒素与剧毒的剑蛙身上的毒素一致 摄入这种毒素剂量过高 可导致麻痹 心脏骤停甚至死亡 如果在不经意间 食用这种鸟 或者与之多次接触 就会因为毒素一命呜呼 世界最危险的十种水果 每年八千人因它丧命 第一名千万别靠近 威力堪比炸弹 世界上存在许多品种的水果 有的外表诱人却内涵剧毒 一旦误实 后果不堪设想 有的虽然看似普通 但其特殊的生长环境 或处理方式 却让人望而生畏 世界之大无其不由 今天世界军就带你一起 揭开这些危险水果的神秘免杀 看看全世界最危险的十种水果 究竟是何方神圣 相信一定会让你对水果 有全新的认知 这种看似普通的水果 实则隐藏着令人胆寒的剧毒 它的外表鲜亮 诱人的色泽与光滑的表面 常常让人误以为 它是可以随意享用的美味 然而 美丽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致命的秘密 结果木果内涵多种有毒成分 一旦误实 其毒性会迅速在人体内发作 中毒者可能出现恶心 呕吐 腹泻等症状 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心脏衰竭 这种水果的毒性之强 足以让人在短时间内陷入生死边缘 更令人惊讶的是 结果木果的毒性并非个例 在自然界中 还有许多看似诱人的果实 同样含有剧毒 这些水果或许是因为自我保护的需要 或许是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机制 它们用美丽的外表吸引动物 却又用剧毒作为防御手段 对于人类来说 结果木果的剧毒无疑是一种警示 在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不要被外表所迷惑 在采摘和食用野生果实前 一定要进行充分的了解和准备 避免因为意识的疏忽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结果木果的危险性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规律 我们应该尊重自然 敬畏生命 在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时 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避免陷入危险之中 第九名 神秘之果神秘果 在世界的某个隐秘角落 生长着一种被称为死亡苹果的神秘果时 这种水果外形与普通苹果无异 却拥有着足以让人胆寒的毒性 死亡苹果的名字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源自其致命的威力 一旦误实 即使是微小的伎俩 也可能导致中毒者出现严重的呕吐 腹泻 甚至昏迷不醒 更为可怕的是 中毒者往往会在痛苦中挣扎数日 最终不幸离世 关于死亡苹果的毒性来源 科学家们至今仍未完全解开谜团 有人猜测 这种水果可能生长在污染严重的地区 吸收了大量的有毒物质 也有人认为 死亡苹果可能是一种天然的防御机制 用以保护自己免受动物的侵害 然而 无论真相如何 死亡苹果的危险性都是不容忽视的 值得一提的是 死亡苹果并非随处可见 它生长在极其隐蔽的地方 往往被茂密的森林 或险峻的山崖所掩盖 这也使得人们对它的了解更加有限 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然而 正因为其罕见和危险 死亡苹果反而成了一些冒险者和猎奇者的目标 他们不顾一切地寻找这种水果 试图揭开它的秘密 却往往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八名 死亡之果香丝子 香丝子 被誉为死亡之果 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植物果实 它以其鲜艳的红色和独特的形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然而 这美丽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 香丝子的毒性极强 一旦误实 其含有的剧毒成分会迅速在人体内发作 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 中毒者可能出现恶心 呕吐 腹痛等消化到症状 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呼吸困难 心跳骤停等生命垂危的情况 由于其毒性剧烈 香丝子在医学领域也从未被用作药材 反而因其毒性而备受人们警惕 香丝子的毒性之强 与其生长环境和自身特性密切相关 它通常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野外或山区 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复杂多变 使得香丝子逐渐进化出了强烈的毒性 用以抵御天敌的侵害 同时 香丝子的红色果实也仿佛是大自然的一种警示 提醒人们不要轻易触碰或实用 然而尽管香丝子具有如此强烈的毒性 但它在某些地区仍然被一些人用作饰品或纪念品 这无疑增加了务实的风险 也让人们更加认识到香丝子的危险性 因此 我们应该加强对香丝子等危险植物的认识和了解 学会识别和防范它们 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避免因为无知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七名 暗藏杀鸡杏仁 杏仁 这个看似普通的坚果类水果 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喜爱的零食之一 然而 这美丽的外表下 却暗藏着致命的杀鸡 杏仁内含有剧毒的氢禽酸 这种物质在人体内达到一定量时 会导致中毒 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氢禽酸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 它能迅速破坏细胞内的呼吸美 使得细胞无法正常进行有氧呼吸 导致细胞死亡 当人体摄入过多的氢禽酸时 就会出现中毒症状 严重者还会出现呼吸困难 心跳骤停等致命情况 杏仁中的氢禽酸含量虽然不高 但如果不经过特殊处理 直接大量食用 仍有可能引发中毒 因此 在食用杏仁时 必须注意适量 并避免生吃 市场上销售的杏仁一般已经经过处理 取出了大部分的氢禽酸 但仍然需要谨慎食用 除了杏仁 自然界中还有许多其他看似无害的植物 果实也含有毒素 这些毒素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动物啃食 有的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防御机制 对于人类来说 了解这些植物的毒性 避免物食 是保护自身安全的重要一环 总之 杏仁虽美 却暗藏杀鸡 第六名 毒辣之果毒藩石榴 毒藩石榴 这一听起来便带有几分神秘与危险的水果 食则如其名 毒性极强 令人望而生畏 它的外表与普通藩石榴相似 但果皮上却长满了尖锐的印刺 仿佛在警告着人们 切勿轻易触碰 然而 毒藩石榴的危险并不仅仅在于其外表 更为可怕的是 它的果实和树叶都含有强烈的毒性 一旦误食 便会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 中毒者可能会出现呕吐 腹泻 呼吸困难等症状 严重者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此外 毒藩石榴的枝叶也极具腐蚀性 一旦接触到皮肤或眼睛 便会造成剧烈的疼痛和灼伤 毒藩石榴的毒性之强 让人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神奇与残酷 这种水果似乎是 大自然精心设计的一种防御机制 用以保护自己免受动物的侵害 它的存在 既是对生命的敬畏 也是对无知者的警示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毒藩石榴具有如此强烈的毒性 但在某些地区 人们仍然会利用其某些特性 来制作药物或杀虫剂 这再次证明了人类 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探索精神 然而 在使用这些含有毒藩石榴成分的产品时 我们必须格外小心 以免因误用而引发危险 第五名 剧毒西瓜要西瓜 要西瓜 这个听起来像是一种具有神奇疗效的植物 实际上却是一种含有剧毒的水果 它的外表与普通西瓜无异 绿油油的瓜皮 斑驳的纹布 让人很难将其与危险联系起来 然而 就在这看似无害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 要西瓜的毒性极强 一旦误实 其含有的剧毒成分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发作 中毒者可能会出现恶心 呕吐 腹痛等消化到症状 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心脏骤停 呼吸困难等生命垂危的情况 由于其毒性剧烈 要西瓜在医学领域也没有被用作药材的记录 可见其危险性之大 值得一提的是 要西瓜与普通西瓜在生长环境和形态上并无太大差异 这也增加了务实的风险 因此 在野外或不确定来源的地方 看到类似西瓜的果实 千万不可轻易尝试 尽管要西瓜具有如此强烈的毒性 但它在自然界中却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 这种毒性或许是它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用以抵御动物的啃食 同时 药西瓜的存在也提醒着我们 自然界中充满了未知与危险 我们需要保持敬畏之心 谨慎对待每一个看似普通的生命 总之 药西瓜作为一种含有剧毒的水果 其危险性不容忽视 我们应该加深对自然界的认识和了解 避免因为无知而陷入危险之中 第四名 毒藤之果马桑果 马桑果 这种隐藏在毒藤之中的果实 美丽而致命 是大自然中真正的蛇蟹美人 它的外表诱人 通常呈现出鲜艳的红色或紫色 仿佛是自然界中的一颗璀璨宝石 然而 这美丽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致命的毒性 马桑果的毒性极强 一旦误实 后果不堪设想 它的毒性成分能够迅速破坏人体的神经系统 导致中毒者出现头晕 恶心 呕吐 腹痛等症状 更为严重的是 中毒者还可能出现抽搐 昏迷甚至死亡等极端情况 马桑果的毒性之所以如此强烈 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 它通常生长在深山老林或荒野之中 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复杂 马桑果为了自我保护 逐渐进化出了强烈的毒性 同时 马桑果的毒性也提醒我们 在野外探险或采摘果实时 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切勿被美丽的外表所迷惑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马桑果具有致命的毒性 但在某些地区 人们仍然会利用其某些特性 进行药用或制作农药 这再次证明了人类 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探索精神 然而 在使用这些含有马桑果成分的产品时 我们必须格外小心 确保不会因物用而引发危险 第三名 死亡之吻毒媒 毒媒 这个听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 实则是一种暗藏杀鸡的植物 它的外表鲜艳诱人 常常吸引着无数的生灵前来一探究竟 然而 这美丽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致命的秘密 毒媒的毒性极强 一旦接触活物时 便可能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 中毒者会出现恶心 呕吐 腹泻等症状 严重者甚至可能出现呼吸困难 心跳骤停等致命情况 更为可怕的是 毒媒的毒性成分在人体内会迅速扩散 破坏细胞结构 导致器官功能衰竭 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毒媒之所以拥有如此强烈的毒性 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 它们通常生长在潮湿阴暗的角落 或是人籍罕至的荒野之中 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复杂多变 毒媒为了生存和繁衍 逐渐进化出了强烈的毒性 用以抵御天敌的侵害 然而 毒媒的存在也提醒着我们 自然界中充满了未知与危险 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时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避免因为一时的好奇或疏忽 而陷入危险之中 总之 毒媒作为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植物 其死亡之吻般的毒性 让人望而生畏 我们应该敬畏自然 尊重生命 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 保持谨慎和理智 避免因为无知 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二名 恶魔之果曼陀罗 曼陀罗这个名字听起来 就仿佛带着一种邪恶的诱惑 它被誉为恶魔之果 不仅因为其外表美丽而诡异 更因其内涵的剧毒而令人胆寒 曼陀罗的花朵盛开时 犹如夜空中闪烁的星光 美丽的令人窒息 然而 这美丽的背后 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 曼陀罗全株都含有剧毒 尤其是其果实和种子 毒性更是强烈 一旦误实 便会引发严重的中毒反应 轻者出现幻觉 狂躁 重者则可能陷入昏迷 甚至危及生命 曼陀罗的毒性之强 令人则舍 他的毒性成分 能够迅速破坏人体的神经系统 让人在不知不觉中 陷入危险之中 因此 曼陀罗在医学领域 也从未被用作药材 反而因其毒性而被人们畏惧 他作为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植物 其恶魔之果的称号 实至名归 曼陀罗的存在 仿佛是大自然的一种警示 他告诉我们 美丽的外表下 可能隐藏着致命的危险 我们在欣赏 自然之美的同时 也要保持警惕和敬畏之心 不要随意触碰 或食用不明之物 第一名 炸裂的危险 奇异炮弹果 炮弹果 这种名字听起来 就让人心生敬畏的水果 确实名不虚传 它的外形与普通水果 并无太大差异 但一旦成熟 却会展现出 令人惊叹的炸裂威力 这种水果的炸裂 并非简单的开裂 而是如同炮弹爆炸般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伴随着强烈的冲击力 炮弹果的炸裂危险 不仅仅在于其声响和冲击力 更在于其不可预测性 有时候 它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突然炸裂 让人措手不及 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 让采摘炮弹果的人们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受伤害 然而 尽管炮弹果具有如此巨大的危险 但它在某些地区 却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 这或许是因为 它的果肉鲜美可口 让人忍不住想要品尝 但无论如何 采摘炮弹果都需要 极高的技巧和勇气 人们必须准确地 判断果实的成熟度 避免在采摘过程中 触发它的炸裂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 炮弹果的炸裂现象 并非孤立存在 在自然界中 还有许多类似的植物 通过炸裂来传播种子 或进行自我保护 这些植物虽然美丽 但却充满了潜在的危险 因此 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尊重每一种生物的独特性 避免因为无知 而遭受伤害 世界上最危险的十种树 树竟然也会吃人 第一名难道成精了 砍倒后竟流出鲜红血液 你见过攻击最凶猛的植物吗 它们有的堪称植物版的人间大炮 弹射时速能达到200公里每小时 还有的被誉为最美丽的死亡之花 一片叶子就能导致一名儿童丧命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今天世界军外带您一起来看看 世界最危险的十种树 每一个都能让您惊叹不已 另外没点订阅的朋友点个订阅 既能看到往期内容 也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 第十名 独藩石榴树 独藩石榴树常见于佛罗里达南部 加勒比海 墨西哥和南美洲北部 有的猪高可达15米之多 多生长在海滩或咸水沼泽等地方 这种树的树皮呈灰色 其叶片为椭圆形 花为绿色 果实看上去有些像没熟的苹果 但是你要知道 这种果实虽然看上去像苹果 实际却和苹果大相径庭 这种果实毒性十分强烈 果子的枝叶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会让人皮肤溃烂肿胀 燃烧后冒出的毒烟也会让人昏迷 甚至严重地出现双目失明或死亡的现象 乳白色枝叶接触皮肤后会导致过敏 出现好似得了麻风一样的症状 因此 毒藩石榴树又被人叫做麻风大吉木 不过虽然毒藩石榴树的果实有毒 但其树木却是上好的家具木材 其质地细米 颜色鲜亮 另外毒藩石榴树也被用于药用植物 其树叶和果实被用来治疗一些疾病 第九名 曼陀罗木 曼陀罗木又叫做木本曼陀罗 属于茄科 木曼陀罗树 曼陀罗的叶子是软圆形 顶端有个小尖 曼陀罗花生的漂亮 花朵硕大成喇叭的形状 而且香味浓烈 曼陀罗的果子表皮滑溜溜的 长长地椭圆卵状 有的果子成熟以后可以长达6厘米之多 曼陀罗的全株都含有毒性生物件 特别是它的果子和种子的毒性最为猛烈 一旦被雾石就会引发中毒 出现昏厥 抽搐等症 可让人产生幻觉 瞳孔散大极麻痹平滑肌 如不及时医治 可能导致死亡 因此 在观赏或使用曼陀罗时 需要保持安全距离 避免雾石或接触其之夜 其实曼陀罗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它原产于美洲热带 我国在早些时候就有引种和栽培 因为好栽种的特性 经常被用来做庭院或墙角的配置植物 另外其观赏价值也比较较高 做盆栽欣赏也十分美丽 此外 因为曼陀罗牧的花和叶菌还有大量的生物件 也被作为良好的药用植物 而广泛利用起来 第八名 沙核树 这种生长于南美洲巴西 哥伦比亚以及秘鲁等地区沙的核树 也被当地人称之为想盒子火沙霞树 另外还有一个植物大炮的美称 这种树属于大几棵响盆子树 树形高达10至40米 枝叶繁茂 树棺宽大 叶子呈卵圆形 花朵艳红色 在许多热带 亚热带国家均有引种栽培 中国广东 海南 台湾 香港等地引种栽培 沙核树最为有意思的在于它的果实 刚长出来的果子呈扁原核状 倒垂在树枝上 成熟以后的果子 为了便于传播会爆裂开来 不仅种子能散出很远很远 其爆裂的响声也很大 弹射的速度更是能够达到每小时 一心150英里 能射到周围几十米以外 这种果实的爆炸力道非常强 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人畜受到伤害 因此 在遇到这种树时 最好保持安全距离 除此之外 沙核树的种子也是有毒的 物实种子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呕吐和浮泻 虽然这种树的果实和种子都有毒 但其树叶可以用来治疗湿疹 果子提取的油可以作为泄药的 七名 金皮树 金皮树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和摩路加群岛等地区 树高一至两米 远远看去 整株树无论是树干和枝条 都是奶奶的无毒无害 但实际上极其危险 其树干 枝条乃至新型的树叶和粉红色果实上 都长满了像针头一样的小毛刺 这些小毛刺一旦接触到皮肤 就会释放出甲酸等刺激性物质 对人的皮肤产生刺激作用 若呼吸时吸入 可能导致皮肤臊痒和流鼻血 严重时可能导致休克甚至死亡 金皮树被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树木之一 在接触金皮树时 要保持安全距离 避免物食或接触其之野 金皮树在世界上分布比较局限 大多集中在澳大利亚地区 因此 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澳洲金皮 不过目前金皮树 在亚洲的印尼以及我国的南方等地 也有相应的存在 第六名 大叶南洋山 大叶南洋山和上面的几种有毒树木不同的是 这种树自身并不含毒素 而且因其树形高大端庄 姿态优美 观赏年限长 还是园林绿化的优良树种 大叶南洋山是一种桥木 属于南洋山科南洋山树 它原产于南美洲 大洋洲及太平洋群岛等地 现在中国福州等地也有栽培 大叶南洋山喜爱温热气候和空气湿润地带 耐风不耐汗 洗肥沃土壤 它的树皮厚 暗灰褐色 球果宽妥圆形或进球形 种子长妥圆形 无翅 大叶南洋山的树质特优 木材可供建筑及家具 树皮可提取松枝 种子含有脂肪可食用 那么大叶南洋山的危险和恐怖之处是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于平均重量都超过十斤的硕大果实上 如果这么大的果实从30至50米的高空坠落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之前就有过路人被高空掉落的果实杂伤的事件发生 第五名 毒枝马前木 毒枝马前木被誉为十大致癌树之一 它的种子含有剧毒 如果不小心食用 即使是非常少的量 也会导致心脏衰竭和死亡的情况 毒枝马前木原产于非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在我国华南地区也有少量分布 属于一种长绿桥木或灌木 高度可达3到4米 树皮灰绿色 叶子长圆形 化为白色或淡黄色 果实为和果 成熟实为红色 除了种子以外 毒枝马前木的树皮 叶子内也都含有一种叫做马前素的生物碱 这种生物碱可以影响人的神经系统 导致神经系统麻痹和肌肉痉振等症状 因此接触毒枝马前木也可能导致中毒和死亡的风险 总的来说 毒枝马前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植物 具有独特的特性和毒性 在接触这种植物时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避免物食或接触其之野 第四名 海芒果 海芒果虽然被称作芒果 但是其果实是不可以食用的 李时珍的《本草纲木》当中就有记载 种子可用于外壳膏药或麻醉药 即内服或注射 树叶可催涂 写下 堕胎 用于急性心力衰减 有毒 用量需甚重 海芒果的果实有毒 不能食用 特别是成熟的果实毒性更大 对人和动物都有致命的伤害 研究表明 海芒果皮中含有芒果碱 有毒卤水等有毒成分 毒性极强 物食海芒果的果实可能会引起中毒 严重甚至会致命 因此海芒果不能用作食物 海芒果属于乔木的一种 树高可达4至8米 树皮灰褐色 叶后纸质 成岛卵状长圆形或倒卵状披针形 花白色 有芳香 和果分为双生或单生两类 成果卵形或球形 外果皮肩为质或木质 成熟食为橙黄色 内含一颗种子 这种树在中国的广东 广西和台湾等地都可多见 在亚洲其他国家和澳大利亚热带地区 也有分布 多种植于庭院 公园 道路绿化或湖旁工人观赏 第三名 家竹桃 家竹桃是一种长绿直立大灌木 属于家竹桃科植物 其枝条灰绿色 含水叶 叶片深绿 无毛 叶背浅绿色 有多数坑洼的小点 家竹桃的花期为6月到10月 花色为粉红至深红或白色 家竹桃的叶子具有抗烟雾 抗灰尘 抗毒物的能力 而花朵则具有观赏价值 家竹桃原产于印度 伊朗和尼泊尔 中国各省区也有栽培 它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 不耐寒 也不耐水湿 家竹桃可以通过播种 鸭条 水叉和扦插等方式进行繁殖 请注意 家竹桃的枝叶具有毒性 虽然花朵美丽 但毒性极强 一片叶子就可能导致儿童丧命 因此应该避免物食或接触其枝叶 第二名 日轮花 日轮花是一种长绿的藤本植物 属于西藩莲科西藩莲鼠 它的叶子一般长约30至40厘米 花就散在一片片的叶子上面 日轮花长得十分娇艳 其形状酷似齿轮 而且能散发出诱人的兰花般的芳香 很远就可闻到 然而 在亚马逊雨林中 日轮花却是最阴险的植物 因为当日轮花开花时 能够散发出浓浓的类似于兰花般的香气 很远就能闻到气味 而这种气味会吸引昆虫以及一些食草 或者食蜜的动物前来 但是一旦这些动物前来 基本上就有去无回了 日轮花之所以有着食人花的称呼 这是因为日轮花的附近 通常潜藏着剧毒的黑寡妇蜘蛛 这种蜘蛛具备极强神经毒素 人一旦被咬伤 轻则产生剧烈的肌肉疼痛 重则死亡 黑寡妇蜘蛛与日轮花属于互利共生的生物 日轮花负责吸引猎物 而黑寡妇负责保护日轮花 因此 如果人在雨林中被她的香气吸引 被一群黑寡妇蜘蛛咬伤 基本上是九死一生的 之后 黑寡妇照样会吃人 因此 日轮花的吃人并不是说她本身 而是潜藏在她附近的黑寡妇蜘蛛 第一名 龙穴树 大多数人认为龙穴树会流血 是因为这种树被砍到后 会流出红色的枝叶 看上去像是流血了一样 其实这主要来自于其独特的生命现象 当龙穴树的表皮受伤时 会产生一种红色枝叶 这些枝叶会从破损处一出 严严实实地敷住伤口 使破损处慢慢自愈 这种现象被形容为流血 实际上是树木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龙穴树树形高大 精疲灰色 花白中带绿 花丝丝状 将果为橙色球形 花期在每年的三到五月 果期是七到八月 龙穴树原产于西班牙 非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中国华南地区也有分布 西班高温多时环境 不耐寒 大型植株可不置于庭院 小型植株和水养植株 适于装饰书房 卧室等